家里的南瓜还在煮粥吗? 跟我学,十分钟解锁全新吃法 比面包还要松软,比油条好吃又健康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一圈森林求关注 首先,我们准备上一块老南瓜 给它揭去外皮 然后,改刀成薄片 尽量切薄一些,这样可以缩短粘质的时间 揭好之后,装入盘中 直接放入笼梯中,盖上盖子,水开之后蒸15分钟 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一些配菜 一根胡萝卜切成薄片,再改刀成细丝 最后,切成比较细小的胡萝卜丁 装入盘中 一把香葱切成漂亮迷人的葱花 和胡萝卜丁放在一起 再准备上两根小香肠 同样的,也切得细小一些 一起装盘备用 好了,我们的南瓜已经蒸好了 300克的南瓜蒸好之后,直接倒入一个大盆中 用叉子压成南瓜泥 盖至30度左右 往里面打入两颗鲜鲜的母鸡蛋 五颗的赵母 两颗的食盐 一颗五香粉,不用放的太多 把所有食材搅拌混合均匀 然后,往里面加入500克的中筋面粉 搅拌成大面絮 在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还有我们提前切好的各种配菜 加入食用油 我们在和面的时候不容易粘手 而且做出来的面食会更加的蓬松渲软 揉成这样一个偏软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 放在温暖的地方,发酵至两倍大 面团也已经发酵好了 大家看一下 发酵好的面团 里面有很多密密麻麻的蜂窝孔 我们直接放在案板上揉搓排气 然后搓成长条 切成大小相同的小剂子 每个小剂子 我们再单独的给它揉圆整形 沾上一点干粉按扁 撒上干粉我们在擀的时候 不宜粘在案板上 擀成一个小饼状 厚度大约在五六毫米就可以了 直接放在笼屉中 直接分成四组 放好之后 喷上一些食用油可以防姜 我们再依次地落上其他的小饼 这样边干边落 然后再喷上食用油 给它们分隔起来 依次处理完所有的小饼 盖上盖子放在温暖地方 醒发15分钟 松弛好的小饼胚 每一个都轻飘飘的 水开之后直接上锅 蒸上30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关火 奔向三分钟之后 我们就可以打开盖子了 啊 真的是太蓬松了 这样蒸好的南瓜小油饼 用手轻轻一撕就可以撕开 各个蓬松又渲软 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比面包还要松软 里面有菜有肉有蛋 营养也是非常的均衡 早上上班没有时间 孩子起来爱挑食 不知道吃什么 就给孩子做这个南瓜蔬菜小油饼 我假以周吃上五次都不腻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去见